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到了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几十点 我这个频道就会有一个周末午夜场 我们当然是录影的 所以继续和舒奇导演在这里 我们继续分享我们对于当年的港产片 一些美好的回忆 应该是推介给大家 上个星期有预报过 我们今天是讲傅子晴 我曾经想过傅子晴 我怕不够黏性 人家没有兴趣 会不会view数低呢 但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不在乎view数 不理会市场 当然如果你们觉得要支持我们 就继续课金 点赞留言 帮助我们这些弱小的频道 但是更大的责任 我们要选一些值得 跟大家回忆的一些可见 就是有历史意义的 是的 其实我的频道也曾经说过方六平和傅子晴 因为我的嘉宾叫张智成 张智成 他无端端蒙茶茶 就进了银刀 那些大姐叫他 你逢星期六早上有些政治学习班 我想想回去问一些朋友 借了一套列宁的选择 放在桌上 原来政治觉悟这么厉害 就不用你再去上学习班了 的而且对我们大部份 就是在英国殖民地下 勞性去教育我们的环境下 我们对于左派 其实有一些距离和陌生的 你那些朋友 我们长大了 后来才发觉 原来张智也是左派的 很多是这样的 但我们真的会 不会突然有个朋友 和左派看画 那些人很熟 所以更加不会走去 银刀祥奉申 去建宗 因为和廉政公署 一样这么难 要查家宅 要查家宅 所以这个 传说而已 传说 伍子晴 其实就是在1981年的戏 所以他刚刚赶上《香港电影金像像》 八月年是第一届 他又不是很新浪潮 因为他是 他辞了两年 他就承习了当时 张敏仪管理下的 《诗志山下》 《诗志山下》 《诗志山下》这种 用菲林涉制的剧集 培养了很多很多 到今时今日 还是很重要和优秀的导演 包括许安华一大堆 那方玉平应该是我的体系出来的 是 一直都没有离开过RTHK 是的 但他其实去RTHK之前 他是在南加州读电影大学的 所以他都 其实他很容易变成第二个隧黑 但他走着一条 就是不尋常的路 傅子晴 今时今日看我们这种年纪 充满在充满对童年的回忆 嗯嗯嗯 那书先生一定要先拿去讲 文章你不用请嘉宾你来讲 不是不是 那为什么你会提议 说选方玉平的父子情呢 一来香港电影资料馆 就有一个银刀回顾展 是 那就选映了十几部电影 那银刀我们以前都讲过 其实就是在以前 那本很正的 那本很正的 是是是 新联就拍粤语片为主 嗯 那其实三间公司 都有所谓 我们当时叫做 左派背景 左派背景的意思 其实就是直接 那时候的中国政府 是有资助的 是 那所以是比较官方的 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就 那个人其实都对他们 有点戒心的 甚至觉得 不是我们看惯的那些东西 左派 是的 他们一定是要主题先行 一定要是 政治任务 有政治任务 就是不单止正确的 就是这个任务 真的可圈可天 那anyway 那就 还有 总之是 无论他们的办公大楼 包括他们的布社等等 就是左派的建筑那些 都是有一种味道的 都是有一种 你感觉到有一种心严 甚至带着一些心寒的味道的 不可以乱开玩笑 是的 不可以说那些畜拟的东西 是的 但是实际上又不是的 就是 因为始终里面那些都是人 是 那还有他们 当时候我理解 因为这个理解应该没有 就是正确的 其实他们都其中一个任务 都是所谓的 就是如果用政治的预言 就是统治 是 统治的意思其实就是说 他们都理解到 当时候的政治环境 是一种 就是因为冷战的原因 是一种 是好像是 世不两立 或者是互相 两个阵营的对类 但是呢 其中一个任务就是 就是希望走得出来 嗯 就和外面的人 就是 达成一个比较和好的关系 甚至 就是 为了这么说 政治正确点了 就是去recruit你们 是 招揽你们 入到他们的阵营 是 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也要承认 就是我刚刚出来做事 即使是 读书的时候 可以写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都是 其中一个被捅的对象 嗯 就是这个 我就是 就是左派报纸 其中有一个编辑 新晚报的一个编辑 就是他真的对我很好 嗯 那后来我都直接问他的 那他就说 我问 你那时候是否在捅我 那他都承认 是呀是呀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他的职责 是 但是实际上相处下来 其实 大家都一定要人际间的关系 嗯 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因为 他不需要很考虑商业的因素 是 所以方玉平呢 方玉平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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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他是刚刚读完书 回来做事啦 或者是出来拍电影 他真是很机缘巧合 譬如 入了两个的组织呢 一个RTHK 一个银刀呢 是 他都是不需要商业考虑的 是 所以 官台就不用了 是 那所以他真是养成了一种这样的 杂性 或者他本身的个性呢 都是比较倾向呢 就是严肃的创作 是 他也都不是一个 很所谓 很喜欢交借应酬 嗯 甚至你可以说呢 他的口齿呢 他不是不伶俐 但是他不会 就是 就是说一些很 很冬听 很官面 对 去讨好你的东西 很直率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 那所以他 就是 为什么 个人都出来拍电视台 差不多在电视台的时候 但是他是最迟的一个 嗯 就是因为他構思的题材也好 他的个性也好 他都找不到 当时候其实就是很商业了 已经开始 是的 到最后呢 左派才是他最适合的 或者起码可以容纳到他 甚至左派也觉得他 咦 对啊 就是这样的 所以就拍了《父子情》 其实他头的那几部电视台全部都是 人都很急 《父子情》是被凤凰看得上的 另外一个原因 相信是港台去过《野孩子》 嗯嗯 在国际上拿了奖 是 那变成了 那么多人选 为什么要选 就是有些基础 是的 《野孩子》 是拍那个年代的 《元周仔之歌》 是的 那这些都是 起码不会突然拍到鬼马智多星 第一类的 所以就给他拍 那我们说回套戏的本身呢 嗯 那其实除了当然是用回《长凤生》的演员 他做老爸的叫石女 石女就是四个石头 是的 石女在很多凤凰那些 他们这一集平凡 石女、张曾 就是那些老气骨 其实所有左派的电影里面 都常常看到他们的身影 但是我觉得石女这个角色 真的选得很好 因为他是一个口音不正 就是很明显是有大陆的背景 是的 他是一个新移民 是的 没错 那来到就望子成龙 他在这间洋行 还是律师楼去做 他做不懂 就是因为他英语不行 是的 那他就生了一对子女 就是两个女儿 一群 两个女儿还有个妈妈 又看不出 小妈 唯一的儿子就是 那个演员 其实是郑玉玲的弟弟 就是成年人 是 叫郑玉玻 是 上次张志成有说 可不可以他出了国 不要留在那里 你想想 郑玉玲 郑玉玻 影壇子弟当 都挺好 但是戏其实 那样子就很丝正 戏也很好 OK的 戏也很好 另外最有共鸣感 其实他这个故事 当然讲父子成望子成龙 很反叛的童年 其实是一件事 是当时这些新导演 每个都开始追的梦 他们都喜欢拍实验电影 无论是石棋 或者是张国明 或者是方宁静 每个都拍Super Egg 那戏里面出现很多 他们沉迷电影 那些电影 我小时候住西环木屋区 在士美菲路尽头 叫爱华园 要走楼梯上去 但是在蒲菲路里有一间小学 逢星期六晚 就不知道五毫子 还是一毫子 就可以坐大堂 铺那些雅通纸的地质 放电影 放粤语片 我们就很兴奋 甚至乎我都是 所看的有共鸣感 我这些表弟表妹很多 九个表兄弟姐妹 我是真的自己弄过银幕 画过那些公仔 就V.O 那我看银幕 指高西斯都是这样 在这个电影里面看见 这些是我们喜欢电影的人 小时候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这么早 我甚至乎认为它影响了天堂电影院 就是那个童年追逐电影 星光伴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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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说台湾 逆名 走了去那个机房 是不是 就是这样的电影 所以我觉得 虽然是说父子情 但是方玉平是没有离开他作为 从小到大的影迷 着重这个样子 小时候你大了 我说将来你想做什么 我想做大伟 我真的想过想做大伟 免费看 这些都很高明 所以我认为 为什么它第一件事 香港电影的影像上 能够拿到大部分影评人的 欢心 是因为它说了大部分 喜欢电影的影评人的 那个心路历程 实际上当年 就是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期 就是我们那个年纪的人 其实就是在六十年代长大的 没错 甚至是父母都是五六十年代 四十年代 一路开始 就是都是熬出来的 因为基本上香港 就是由开始 去到二次世界大战后 去到整个五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 都是窮的 没错 就是那个 就是很艰辛的一个年代 所以我们大部分都不是有钱出身 住木屋 就是了 就是了 我们都是这样的 或者租别人的房 是的 所以那个共鸣是相当大的 是的 而且这个戏 就是从故事来讲 其实它是有一 就是我 这个一直好像 好像有没有人问过方玉萍呢 我看他的访问之中 印象我没见过 那么我那个时候又不懂 因为没看过那部电影 就是说 我觉得其实是 主要是从一部五十年代的粤语片来的 嗯 就算不是 就是我不是说他的故事 直接是copy from那部电影 是的 也是很显著 就是那个脈絡 就是那个电影呢 是一个中联电影 中联公司的电影 叫做父与子 嗯 就是张活游 和阮兆辉做的 阮兆辉那时候很小 是很小的 是 那他就是说 一个在洋行做的 一个爸爸 爸爸 他比较年轻 老婆又死了 那儿子呢 就在乡下来 哦 然后呢 他有个妹的 那个妹就是在 不知道妹还是姐姐 好像妹 是姐姐 就在这个 就是那时候的小学 就是很蹦蹦的小学教的 那就 嗯 所以那儿子下来呢 就要又入学啊 然后就是 就是 然后那个老爸呢 exactly就是想 望子成龙 是 因为他自己本身的standard 都不是很高 是 然后呢 到那边呢 只是帮他 想入些名校啊 嗯 浪费很多钱啊 跟他做校服啊 嗯 然后学校就有些什么的 生日会啊 又推他去啊 整天就觉得 总之你入到一家名校 是 最主要 和现在很一样的 都一样 要识人脈 是 你识到人脈就行的了 嗯 但是那儿子呢 基本上是乡下子来的 嗯 他乡下子 就是 他连雪条都没吃 没吃过的 就是雪条放给他 他不舍得吃啊 他放在个袋那里 哈哈 他打算迟些吃啊 就是一口一口吃 好 结果整条雪条融了 是 那譬如这个戏呢 就其实是 我觉得和父子情呢 可以说是一脈相似 父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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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父子情 当然就是 他有一个好的地方 就是 他把所有的东西 用回 摆回 在香港 就是当时候 六十年代的背景 然后呢 就再用自己的 很多个人的经历 是 和一些集体的经历 就摆下去 是 因为大部分都是六七十年代 比如好像 卖旗啦 木谷区大火啦 是啊 你卖过旗了 我卖过旗了 我卖过旗了 不敢像他们那样 撩一些人生出来 我有想过的 是的 是的 还有呢 去买飞看器 买飞跟三尾 我觉得这个有点失误 因为我们以前跟三尾 不会在 撕飞那里 当然是 阿叔 你有没有去带 不会在大委员撕飞佬那里 那间戏院呢 我怀疑是太平 因为我太平 因为太平后面有一条巷 出去 登库道西 由皇后大道西到登库道西 我觉得那里是太平 还有呢 那时候那些香港那一批导演 很喜欢去 学士台山市街那条 长楼梯 第一部电影就是山市街拍 就是那条长楼梯 一路下来 怎样是冰冰都是 就是 罗启裔 就是张远廷那个我爱柳文柴 封劫就是在那里 就是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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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在西环山顶住 就是由碑路诈街 过去皇后大道西 石堂咀 山堂 我最熟的了 所以 哇 我小时候就是在那里出没的地方 所以真的 特别强烈 那个共鸣感 这个 那些背景 那些东西 我们这种年纪长大 就是老野频道 那就是完全找到我们的痕迹在那里 我觉得就是 还有当时还有木屋区 有 我们就住在木屋区 只有八多呎 一家八口就住在那里 但是这个小鸣仔 他的坏 就是他同样的坏 其实在我们今时今日眼中 他没有牵涉到你做古画仔 没有 那个可能和香港当时的环境 就是方玉萍他们来接触呢 因为好像我老爸说的 你老爸最擅长的东西 就是没有被人踢入黑社会 因为是西环碑基的 但是这个就反而 可能左派公司不应该提这些 另外一件事我不知道 因为当然我都没有进过黑社会 我没有住过屋邨 但是我估计 就是我估计 就是我估计 就是你提出这个问题都有趣的 我估计可能在木屋区那里 就是我们看这些古画仔都看得多了 就是通常黑社会 就是榴莲的地方 都是一些屋邨 屋邨为主 就是那种 因为有空间 是 还有譬如你在蓝球场 就是那些全部的空间 可以让你去 招牢 是 但是木屋区呢 你就很难 因为密麻密麻 你住很高 你要爬这么长的楼梯上去 所以我想那样东西 在当时候来说 就跟那个年代 即是戏里面的童年年代 黑社会的势力 都没有去发展到那个范围 还有你黑社会收睹呢 你都要有一些年轻人去收睹的 是 就是大一点的 你存了36.6元 加保护费 是的 但是他在里面 跟他的坏同学 爬山 那个草坯地 是真的有些地方 现在就没有了 西環山顶 就是去上面 那个玻库林道 其实以前现在是豪宅了 以前全部是一片草 一片山坡 全部就真的可以放置 是那些旧的炮台 真的是有些这样的 不要说是那里 因为我都不是住在那里 我自己 我讀小学的时候 就是一间叫做金银业贸易场 就是在这个寶梁公走 就是在铜锣环那边 就是在铜锣环那边 然后对面就是新法书院 是 它后面其实有一个后山 就是类似 是的 就是现在的戏 当然没有那么漂亮 现在变成李顿山 但是我们放学 最记得是一群年轻人 放了学 就立刻走去后山 是的 然后在那里格剑 然后就打鬼仔 因为那边有很多鬼仔学校的 然后我回到家 我那时候那边就 差不多读中一的时候 就搬去黎智耶总会那边 是 黎智耶总会对面 就好像不知道是北角小学 还是什么 在后面又有一个后山 是 又是类似这样 那时候我就 只有一个人 因为我其他的 大哥大了 大哥了 那我就平时没工作 一旦读完书 或者放了学 就一跳就走上去后山 是 那还有呢 就是 又是喜欢看武俠小说 因为去到那个年纪 大家都看武俠小说 听武俠小说 听武俠小说 就是收音机 然后就看语片的武俠片 那上去就在后山 一人在那里玩 是 又是拿着树枝 发来发去 自己和自己发 然后就跟着 不知道去哪里找一件披肩 然后跟着又学 对 还要模仿那些天空小说 说武俠小说 说武俠小说 各位家乡父老 就是那种 你刚才说到戏中戏的武俠片 父子情里面 有一个漫画和题材 是不断提的 才叔 才叔的画家 是许冠文 不过不是Michael去的 才叔呢 其实在八十年代 新艺城都拍过 才叔横掃千军 除了石天寺之外 那部电影真的很水平 不行 那部电影 但是有另一套的才叔 我一直都没有看 好像我不知道 还有没有考虑 但是事实上 对我来说 我最早的记忆 才叔 就是才叔 才叔千霸自然 就是 我只是记得才叔的造型 其他东西都不记得了 但是才叔的漫画 那时候都很喜欢看的 因为它有一条神犬 是 还有一个专系 圣秘体 还没有有神笔 是吧 就是弄越弄越怪的 是 而且它是抗日背景 是 没错 但是说到抗日 我觉得这部电影 因为它由头到尾都是说 父与子之间的冲突 父亲就想望子成龙 一定是 你读书读得怎样差都好 怎样转学校都要去读 就是换了五间学校 但是这个小孩真的不喜欢读书 所以就整天跟父亲冲突到父亲喜欢打他 就不懂第二种教法 喂 没有藤条 拿个电筒都想拨打他 真的很离谱 但是我觉得有一场戏 也都是 就是这个戏 今天看回来 都有那种 構思上高 我觉得都有一种震撼感的 就是他到最后跟父亲有一个最大的冲突 就是他已经大过了 是 他就喜欢拍细圆电影 就是考艺员 是 考艺员 就是考艺员 就问朋友借了一个 就是百米尼的摄影机 那他跟朋友去拍 拍完整天很辛苦 那朋友跌伤了一脚 是 然后回来 那老爸又跟他吵架 是 跟着一手就发了他那个摄影机 下地下 下 下 就是几层楼梯 就是几层楼 就是 其实一个象征 就是说 电影王都灭了 都全部破碎了 但是跟着呢 又有一场风雨 是 然后他 那老爸又不知去了哪里 是 因为他老爸生气他 是 这场很有趣 是他呼应的 因为之前其实他小时候 是有一场他去找儿子 是 就有姐姐去找儿子 又是下大雨 那这场戏呢 就是 家里又很紧张 到儿子呢 有点生性了 去找老爸 是的 去找老爸 但是去找老爸呢 就是 他刚刚就 收到TVB给他一封信 就是他招考艺员 但是 他一直没有拆 嗯 那就去到 这个天桥那里 那里 那说一下 天桥那里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 他上天桥的时候呢 有一个人就冲下来的 对冲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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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他 情侶 當然 是 讀 就是 是 她 チーム 而且他是差勁的 他根本就從來不想去讀書 他爸爸都說 我寧願你出國讀書 就是那種虛榮 野雞大后 我都來找一間 他就逼大女兒嫁給盧大衛 然後根本就嫁一個他不想 未必那麼喜歡的有錢主管 成績好的妹妹就不讓他讀 但是所有的兒子一直都不想 那種男輕女的環境都是這樣的 到最後他都答應他 但是很明顯就是他去讀大學 真是野雞大學才會收他 他根本連考試也不行 什麼都不行 到底他讀了什麼回來呢 但他回來就說畢業 他開始的時候 爸爸收到一個畢業通知書 知道他回來 就很開心 但是上樓梯的時候 就是心臟病發 其實我覺得一開場都已經覺得 跟我們看開的時候很差的語片不同 就是他爸爸的那個不同角度 下樓梯 跟著一路crane 有些像熱壓滾堂 假鈴 其實那時候拍crane是沒有crane的 是怎樣搞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都想拍crane 個人都想拍crane 就是crane的那些升降機很厲害 而且還可以到處去外國的 但是我們沒有 那我拍第一部電影的時候 那個crane是拿過那些 是裝修和換電燈膽的那些兜 都是一個升降機 但是那個升降機 我都思議這個是用那個升降機 因為那個升降機 只是可以打直地上下下下 但是已經顯示方向平的那些鏡頭很靈活 真的完全不是那些好處 因為你有時候看過filming 他拿的角度就知道這個導演高手低手 所以還有他的音樂都配合得很好 OK的 挺好的 那個音樂我有看到是于麟 于麟的女兒是我們的音樂 叫做黃丹怡 黃丹怡就是她的女兒 我就是看資料看回來 那他姓于還是王的? 于麟應該是藝名 還有我講講那個年代 七十年代 怎麼唱 那個年代就全部聽收音機 怎麼唱 什麼工廠的陳大學 希望他留意歌詞 希望友誼永過 那個年代 今時今日的年輕人是不可思議 什麼叫做怎麼唱 那時是電台的最重頭節目 就是大家的女工一陣子在做開工 其實他這套戲的製作都不錯 我覺得他這套戲的製作 OK的 其實他的考據都很難做到最終 是的 不過不用考據 他拍當下而已 七九八零年 是的 但是有些都看到他特地找的外景 石牆 那些質感都做得很好 因為你說到長鳳新 銀刀 他們的青水灣片廠 大部分都是青水灣片廠 那上個星期就去青水灣片廠探班 裡面就破落到 是的 已經破落了很多年了 不過仍然有些廠房可以借來拍戲 其實我問同行的小朋友 你知道這裡的重要性嗎 整個六十年代 那些屋、十號風波那些戲 全部就是這個片廠 而且不單止是這樣 我在這個APA教書的時候 差不多所有的同學要拍些什麼戲 無論是二年級的短片 三年級的畢業片 他們要找的道具 都是青水灣那個道具房 因為現在青水灣片廠是國企來的 是 他們派來召喚那些人 都不是電影人來的 只是官員來的 他們當然不會想怎樣 維修怎樣 保育什麼 不過聽到真的快要拆了 應該是 這麼值錢 現在幾值錢 你看張君澳全部層層樓 日落康城 不是日出 日落 幾值錢 那我真的 連這個最後鎮 香港片都不知道怎樣去找廠來拍 不過今天再看 我都覺得有些是遺憾的 其實我都覺得 方平的處理真的很好 但是有些遺憾 都是一個時代的限制 第一就是配音 是 我正想說 最差是配音 沒有計劃 小朋友 小孩子的聲音 哪有錢 所以說回 上一集我們說的 武衛神探 他配音 那個戲真的配得很好 是啊 看到那次 杜其鋒 撿得很小 是啊 如果我記憶沒錯 我幾乎聽不到 一句是配音員的配音 沒有那些衰衰格格 那些很輕挑 那些配音 就算是譬如那個警察的上司 那個警司 他都特意要找一個很低調的聲音 配到差不多 都好像過了路 低調 不要給你熟悉 又是盧雄 又是丁魚 又是李宗强 又是那個警察 但是呢 傅之誠的局限就是採染嗎 因為他有很多小孩子 是啊 最嚴重的是那些小孩子 有部分小孩子 我相信 如果耳母聽錯 因為那時候的配音員 配小孩子通常 都是女人 女配音員 阿婆啊 阿婆去配 是啊 不知為何他們覺得阿婆的聲音 變成小孩子的聲音 這個邏輯思維很奇怪 是很硬耳 是啊 甚至令到有些對白 我都覺得很不自然 是啊 這個是第一 一個很大的遺憾 第二 我自己就覺得 補充先 其實我想 剛才所說 開頭 其實就是 原來 他的重點不是在這裡 因為他說 鄭月娥回家 要睡覺了 老媽子 你早點休息一下 他就拿著照片來看 一看 就flashback 因為flash 到尾 沒有回去的 是嗎 後來半小時 也有回去 鄭月娥大 還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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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死後 即他沒有含摺到上面 因為最後那個鏡頭 是他上飛機 他沒有回去 所以那個戲 其實主力 其實他想說 說童年 說童年 這個結構挺有趣的 但又說回另一個缺陷 我自己 這個很個人的看法 我覺得李宇田飾演那個 鄭月娥的童年 是 我覺得太靚 是 太可愛 不甩 是的 沒有屋村的年輕人 哪會這麼正 皮膚 那些東西 都太光滑 是吧 他做他的那個叫做陳欣 就是做吳兆聰 就是他那個老友記 那個就像了 那個應該是獅子山客 常駐的 什麼一番兩番的 又像那些鞍皮仔 是 一直黑黑實實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有少少 當然我相信這個也是有少少商業的效果 拍電影這種藝術總會有遺憾 哪有perfect 但是另一件事 我又想有一個觀點特別看 這個就不是我的觀點 就是我一個老友 就是阿鳳慶強看的 他就說 戲裡面他有一場戲看得很感動的 就是那兩個年輕人 就有一個秘密的地方 是 就爬上一個石 是那個石 那頭我不知道在哪裏 但是其實是一個奇人陷二石來的 就爬上去 還可以撫陷整個墓區 是 然後有些草 有些風 就是這樣 那整天他們就去 在一起 聊 聊心事 然後甚至未必一定約的 就是 不見了另外一個人 就去找他 那這個呢 我覺得是 就是很棒的 還有呢 譬如你很簡單 譬如今天都很多戲是說小孩 譬如舉一個例 是怪物 就是那些 你想想 譬如特別是怪物 事之遇和 又是說兩個年輕人 很好朋友 又是說他們去談心事 就走去整個秘密基地 就是那個火車 舊的火車 然後又要捐到那個隧道 真是秘密 就是那些是矯程 你已經覺得 還有那種設計 裏面有什麼做呢 找一個地方聊天而已 是的 但是這個呢 又符合整個社會的背景 他們上去那裡 又靜 又覺得高人一等 然後呢 又可以大家談什麼都可以 就是那個感覺呢 又是屬於他們的秘密的地方 就是那個感覺 那個心情呢 是零射好看的 是 是 是 傅子程 已經相隔 四十二三年 1981年 是的 希望我們幫大家 在週末午夜場裡面 回憶這套戲 有機會現在都容易看到這套戲 其實Youtube有的 是的 Youtube有的 Quality差一點 但是可以看的 好 看一下 印證一下我們今天所說的 今集到這裏 多謝你們收看 希望你們繼續支持我們 好的 拜拜